各位朋友好 现在离六四29周年的纪念日只剩下两天了 过去29年以来 很多参与六四的人 很多民主运动的实践者 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那一场身世浩大的民主运动 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到底有哪一些经验 值得我们今后再继续运用 有哪一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关于六四这场历史风波 有非常多的史料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是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他的秘书鲍童写的一篇回忆录 写了从胡耀邦逝世 一直到赵紫阳被撤职被关押 这一段时间赵紫阳和他们中央高层的一些互动 揭示了一些当年的一些秘密 我觉得非常有史料价值 非常有意义 值得大家去进行深入思考的 那胡耀邦逝世以后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就自发的发起了一些纪念的活动 这个是中共统治当局 是史料未及的 尤其是邓小平最高统治者邓小平 他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一个下台的总书记 事事居然引起了在民间引起了这样的轩然大波 所以中共中央后来就开了一次会 就来商讨如何应对这个局势 如何来安排胡耀邦的后市 胡耀邦的计量活动 把整个事件平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 赵紫阳就是主张要把胡耀邦的历史地位 要抬高 要确立胡耀邦 宏高的历史地位 要把他当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后要给他大肆的举办纪念活动 这下就戳到了邓小平的痛处 为什么呢 因为87年胡耀邦下台 是邓小平一手主导的 那么确定胡耀邦的历史地位 那就是否定邓小平当时的一个举措 那也就是说会造成邓小平大权旁落 而这对中共的这个独裁者统治者来讲 这是最难以忍受的 当年毛泽东发起文革 就是因为他担心了 刘少奇在中央里面趁势崛起 影响了他的地位 所以他不惜要把整个国家搞乱 要把整个党的这个部署打乱 一定要确立他的个人的权威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对赵紫阳 已经非常的警惕了 虽然赵紫阳当时提出的那几条意见 他都同意了 但是等到赵紫阳4月23号 一去朝鲜访问 那么他就把赵紫阳 整个的警卫团就跟他换掉了 实际上就是把赵紫阳监视起来了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的军委书记 而中共这些高层的他们的警卫 全部都是由中央军委来安排的 那么这一换掉就说明赵紫阳已经处在 他们的捐室甚至是控制之中 这个学运后来一直发展 声势越来越大 后来又绝食 那么最后邓小平就把五个常委 全部召集到他家里面去开会 那么邓小平他本人是代表老一辈的 中共元老就是所谓的中顾委 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么当时的五个常委 其中坚持要镇压学运的 要用强力手段镇压学运的 就是姚依林和李鹏 胡启丽和赵紫阳 是坚持要跟学生进行对话 要和平处理此事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乔石 乔石当时态度是暧昧不明的 那么这个时候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邓小平就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他就代表中顾委 就支持李鹏和姚依林 要动用军队对学生进行镇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赵紫阳说那既然是这样 我就辞职 但是邓小平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让赵紫阳辞职 会造成党内和军队内部的努力 所以说他大家都当时 就不让赵紫阳辞职 那么赵紫阳回到了 他的这个国务院的 回到了中南海的办公室以后 就跟他的秘书鲍彤 和另外的一位工人员讲 说现在今天我们在小平家里面开了一次会 打了一场官司 李鹏和姚依林赢了 我输了 但是具体的结果呢 我还要保密还不能跟你们讲 到了5月19号 他就和温家宝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到那去干什么呢 他走到那个几十万的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当中 他去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回学校 然后说呢 这个今后还有对话的机会 对话的这个渠道还是畅通的 当时对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了我老了 那无所谓了 你们还年轻 那外界的大家都知道赵紫阳这个时候已经是失势了 他已经没有了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决策权 已经成为这个一个中共权力机构里面的一个摆设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大家对赵紫阳有以前的不信任啊 转为同情和支持 这一次之后 赵紫阳回去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中南海之后啊 他跟温家宝说 说你再发一个通知 要召开一次政治局的会议 他这个时候还不死心 还想啊既然我还是总书记 那我就想来继续运用我的这个权威啊 来扭转一下局势 在党内啊 在把这个五个常委和中顾委的这个决议啊 把它推翻 召开整个政治局的会议还有机会 但是温家宝告诉他啊 说这个时候啊 这个会开不起来了 没有人敢来了 那即使是我可以发通知 但是呢 不会有人来 这时候赵紫阳啊 就自己啊就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 这个我是没有发出去 这时候他就被抓捕了 那整个的赵紫阳啊和邓小平这个 李鹏这个集团的这个互动啊 就到此为止 今后所有的一切他都不执行 那鲍老先生发表这个这篇文章 讲述这一段历史 他的中啊就是想告诉大家 说赵紫阳当时呢 确实是已经呢 在在中共中央啊是没有权力的 真正的权者是邓小平 是垂帘听政的这个人 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那有些认为赵紫阳当时呢 可以振臂一呼 可以改变局势 但是鲍老先生说啊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早就被控制了 4月23号的时候啊就已经被控制了 怎么可能呢 大家再来回想一下啊 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真的那个时候 如果是历史可以重演的话 赵紫阳那个时候啊 会不会是不是有机会 正必一呼 是不是有机会改变历史呢 那我认为啊 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尤其是啊 尤其是在5月19号 赵紫阳和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 和几十万学生市民见面的那个时候 那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中共这个最高统治集团呢 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动用军队 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进行镇压了 而他呢 又来到了广场和几十万学生市民在一起 这个时候啊 这是绝佳的一个机会 双方实际上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垒 一方面是中共 他们后面有军队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 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学生市民 还有在全国各地广场的 那上千万 甚至是几千万的 这个上街抗议的那些民众 双方的阵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不可调和的了 赵紫阳这个时候就是在选边站的时候 看你是站在中共这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一边 这个时候中间已经没有灰色地带了 已经不可能有中间派的不合的地位了 而赵紫阳到这个时候到广场上面 他是做的什么呢 他是作为一个中间人 想去谎和这个矛盾 他想劝说学生和市民 撤离天安门广场 停止绝食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对话 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设想一下 如果是当时赵紫阳 采取另外一种方法 在中共中央这边 他已经没有决策的权力 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那么他就完全站在反对派的这一边 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到天安门广场公开的号召 利用他的这个当时在 当时在中国政坛的这个地位 当时在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公开的号召 第一个是人民要起来 要来支持这场民主运动 要来把一场学运 真正的提升为一个全民的民主运动 由他来号召 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他可以提出系列的政纲 他可以提出我们不仅仅是要反贪腐 不仅仅是要新闻自由 我们要把整个国家 要把它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方向 要让农民有他自己的土地 要让所有的人有他自己的住房 要让这个所有的企业家 都能够平等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要废除当时的双轨制 那么这一套政纲提出来之后 那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就挂钩了 那一场运动的参与者 就不会再仅仅是 以这个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导的 而是所有的工人农民商人 全部都参与的一场全民的民主运动 那第二个呢他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可以号召党内的 以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号召所有的党员来实行党内民主 先实行党内民主 要把这个中共最高这个独裁统治集团 要把他们的权威完全给废掉 党内民主这是当年那个时候 经过一八十年代的这个启蒙运动之后 是很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呼声 所以胡耀邦当时有那么崇高的声望 在党内有那么崇高的声望 就是有大批的这样的中共党员还存在 那么他一旦发出这样一个号召 这一批党员一定会响应他 整个中共里面的健康力量 那就会蓬勃向上的和老百姓的势力 和这个街头的抗争的势力结合起来 局势就改观了 第三个他还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他可以以这个副主席的一个身份 向全军的人发出一个呼吁 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这个法令 中共中央的军委的这个规定 没有中共中央的这个所有的主席 副主席的签字 那是任何对军队的这个调动 都是违法的 那么只要他说我不签字 任何军队不能来北京 大家就在当地的保护老百姓 那么整个的军队啊 军心就动摇了 如果是做到这三条 即使是邓小平再有权威 他没有办法在道义上面 和这三条来抗衡 党、政、民 就全部占到了民主运动的这一边 那么赵紫阳那就是天然的 这场民主运动的一个领袖 只要他愿意选边 他就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只要他愿意选边 他就会成为这个新的一个政治阵营的领袖 只要他愿意选择 他就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中国的地造者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走这一步 那有些人说啊 说他是不可能走这一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一直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 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期 你个人的过去的那些历史 不是你决定你未来的 如果每个人他的决策 都是根据过去历史的惯性来走的话 那么这个历史就完全就没有 就平淡无趣 就没有看头了 在这种非常时期 一定要行非常之事 一定需要非常之人 很可惜呢 赵紫阳先生没有做到 大家再反观 再来回顾一下苏联垮台的那一段历史 再来对比一下 那个时候他们也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赵紫阳这样的人物 那就是叶利钦 而叶利钦呢 在苏联的这个转变过程当中 他的所谓那个表现的那种大开大合 那种气度那种破例 那就完全不一样 好当年819政变的时候 苏联军队内部的保守势力 发动军事政变 然后呢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的最高最高领袖 那么叶利钦在那个时候啊 就非常勇敢的站出来 直接到莫斯科的这个红场 直接跳上了那一辆坦克车 就是对红场上的所有的这个民众 和那些啊跟他们对峙的那个军人 直接向他们发表讲话 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危险呢 有危险啊 只要一颗子弹打打过来 任何一枪一个冷枪打过来 就能结束他的生命啊 就能改变那个历史啊 但是他这个人 在那个时候毫不犹豫的 跳上那一辆坦克车 毫不犹豫的就宣布 这是一场啊反动政变 所有的人全党全军全民都要起来反对 那么军队啊 当时没有预料到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 而当时呢 又没有大家都觉得这个在道义上 是站得住脚的 这个军心呢 就一下子就动摇了 就被他的那一番延迟就动摇了 所以那个时候啊 苏联可以说是一言上邦 就是因为叶利钦的这一番讲话 整个帝国就垮掉了 有人说啊 中共的军队啊 那是杀人不眨眼的 中共的军队啊 是根据苏联的建军的这个方法来学的 那 苏联军队啊 当年也是杀人不眨眼的 在全世界各地 在苏联内部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但是为什么在那一个时间 那一个时刻啊 他们居然手软了呢 不是因为他们手软了 因为军队 我没有人带领的时候 那么他们是根据惯性来行事的 如果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那在他们不知道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带领者跟他们指明的一个方向 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会走向那个方向 所以那个时候最需要的 就是出现一个军队的带领者 新人领路人 那个时候只要你 敢于站出来领路 就会有人 就会有人跟着你走 人民就会跟着你走 官僚队伍就会跟着你走 军队就会跟着你走 那个时候就是改变历史的时期 改变世界就是在那么关键的一个时刻 就关键的那么几件事情 关键的那么几句话就改变了 当然了我们讲这些 不是要对前人提出任何的批评和苛求 那已经过去的历史 我们不能再假设了 我们讲这些是想对今后未来历史的发展 提供一些借鉴 那现在中国又到了这么样一个历史时期 现在跟八九年相比 中国的民怨比那个时候要抢了一百倍 民间反抗的呼声比那个时候要高了一百倍 中共内部的裂痕要比那个时候要大了一百倍 中共军心之涣散比那个时候也要厉害一百倍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前夜 有些人问了说六四还可能再来吗 不要问这种问题 下一次的运动比六四要大一百倍 下一次的运动不仅仅是知识分子 不仅仅是大学生的运动 下一次运动是所有人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 参与的一场历史运动 是全世界的目光都来关注都来支持的一场运动 是一场天翻地覆的运动 是一场彻底结束中国的专制暴政的 甚至是彻底结束人类历史专制暴政历史的 这样一场运动一定会来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临界点了 就在这两年一定会到 那么到了之后 中共内部还有没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呢 当然有不止一个一大批 那我给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 中共本身内斗从来就不断的 中共虽然他有一个立淘汰的机制 但是呢总是有那么个别的 一些有良心的有良知的有胆识的这样的人呢 他能够潜藏下来 我相信呢这批人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死绝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要让全党信息 要把中要在中要改变中共过去的权力格局 要从过去的寡头共治 要变成一人独裁 这一意味着什么呢 他要恢复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权力结构 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中共的其他的 这个高层的大家族掌握权势的人 那么最后都要被他消灭掉 因为真正的独裁者 他是不允许其他的任何对他地位 权势有威胁的人政治势力存在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中共内部 存在的那些派系 那些有权势的人 你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只要习近平成功 你们就是灭亡 只要你们不能够阻止习近平 那么你们的命运就是灭亡 你们的命运就是刘少奇的命运 就是彭德怀的命运 你们最多最多 最好的运气的 就是能够学邓小平写了毁过书之后 能够被下放到一个农村去接受监视 这是你们最好的命运了 而习近平呢他跟毛泽东不一样 毛泽东那个时候 发起文革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 习近平现在还生龙活虎 他如果独裁 那么就意味着今后三十年之内 你们都没有出头之日 等你们死了 习近平呢还在继续执政 习近平呢不仅仅是要把你们整死 你们的下一代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一旦习世王朝建立了 那么这个最后等待大家的 都是非常悲惨的命运 等待你们等待你们家族的 就是灭顶之灾 大家都意识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一批人出来反抗他 现在只不过是大家在等机会而已 大家都心照不宣 要等待那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的到来 那么到来之后呢 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前人那些历史教训大家一定要吸取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犹豫 一定要选边站 一定不要想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一定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民的一边 担起这个历史的重任 要动员人民上级 要动员军队倒戈 要动员所有的 党政官员 都来抛弃过去的体制 甚至是抛弃共产党这一套外衣 重新组建新的政治势力 这才是你们能够未来的生存之道 这也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道 这才是国家重新之道 所以下一次就不会再有六四的悲剧重演 那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人也在担心 说我们在共产党内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留下了这么多的历史的污点怎么办 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你想一想叶利钦 他在苏联共产党内爬到那么高的地位 成为政治局委员 他难道没有跟苏共一起作恶吗 肯定有的 肯定有的 但是为什么 他最后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英雄呢 就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 行了大善 那个大善把过去的那些做的恶 都变成了都变成了小恶 人家看他整个的一生 那就是瑕不掩瑜 所以你要相信历史 它是忽视很多细节的 对在未来那场巨变当中 你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历史是忽视那些细节的 人民是会原谅你们过去的 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的 因为和你们的功绩比起来 那些都微不足道 那对叶利欣是如此 对你们将来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担心这个 只需要勇敢的往前走 风险是存在的 你即使是不选择 在历史的那个关键时刻 你选择不作为 也是有风险的 甚至是风险更大 为什么呢 你们会面临两方面的打击 如果是习近平和他的独裁政权赢了 那么你们会被消灭掉 毫无疑问 因为他们不会允许你们存在 如果是人民这边赢了 那人民一定会清算你们的 你们过去和中共所做的所有的恶行呢 都会被放大一百倍被人民看见 你们会被拖上历史正义的法庭 这是风险 但是你们和人民站在一边 确实是有风险了 就像叶利欣到上坦克车 他是冒着风险的 但是这个风险比起来那就小多了 毕竟你们背后啊 有一个庞大的阵营在你们背后支持你们 你们即使是那个时候啊 被打死了 那都是在历史上啊 都是留下非常光辉的一笔啊 你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在你们的荣耀之中啊 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讲 政治就是生命 那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标 生命算什么 杀头的危险算什么 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那么那在人世间苟活那就是行尸走肉啊 我相信呢 赵紫阳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二十年当中啊 被软禁的这二十年当中啊 那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他一定是后悔 当初啊没有做出果断的决策的 那么我希望今后的诸位啊 党内的诸位啊能够真正有资格 有能力站出来改变历史的诸位 将来一定不要再犯赵紫阳先生当年的错误 一定不要在后悔当中度过余生 当然了说起来六四 不仅仅是啊 体制内的高层需要反省 我们体制外的民间的抗争者也有很多地方 很多的教训呢值得吸取 那么下一次明天呢 我再继续跟大家讲 我们民间的抗争者 应当从六四当中啊吸取哪些教训 今后怎么样能够改进 在今后的那一场大变局当中啊 我们如何能够啊 扮演好我们民间抗争的角色 如何能把民间的政治势力啊 迅速发展壮大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